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要叫我生什么呀 好 老师 这还差不多 那你去吧 我走了 你怎么才来找我 我这不是来了吗 一直忙着抽不开身 你不也忙吗 汉也名的邪吧 雅阳哥 紫州 消息挺灵通啊 那当然 我刚才从那边过来 我问啊 陆梦生在哪 雅阳叔 我们陆邪办在铁路那边 我就过来了 来就来呗 还给我带酒来啊 这是我给我舅舅的 不是给你的 我就知道你是来看你舅舅的 我陪你一起去吧 木行房我还没去过呢 正好试团一下 行啊 行啊 走 走 走走走 你就别去了啊 你还是跟你的小先生学洋文吧 开开脑筋啊 走走走走 陆姐 陆姐 你这邪法当怎么样啊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说 说 你等等我 吴哥好 哎 吴哥 哎 王子呢 哎 哎 吴哥 呦 陆邪伴 哎 我舅舅呢 我师父去白沙洲买木料了 那我表妹呢 嗯 玩儿挺细的 在造房呢 表妹 表哥 来来来 你怎么来了 给舅舅的 给我爹的 哎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南洋工学的同学 也是你们田厂的邪伴 陆沫生 陆先生 哎 我说你 你们俩就是 哎 你上哪儿去啊 哎 他真是你表妹啊 啊 是啊 真是啊 哎 怎么了 kop 你们俩就是 椅子这儿傻笑 一个跑屋里去 这着你 呵呵呵呵呵 真是太巧了 太巧了 怎么巧了 啊 我们认识 认识 在哪儿认识的 表哥 这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个 帮过我们的人 又携办 这是你的衣服 还给你 都洗干净了 谢谢啊 不谢你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吧 表哥 留下来吃饭吧 今天早上我在江边 买了一条新鲜鱼 我给你做鱼吃 没问题 你怎么不留人家鹿鞋办呢 鹿鞋办 可不可赏光 要不我请你们 去厂里吃吧 我请客 鹿鞋办是嫌 我们这物行攻防太寒酸了 想必鹿鞋办应该知道 碎人士钻木取火 这样才有了烹饪 有潮士购木围潮 这才有了房屋 木头 是我们圣村的根本 如果没有木头 没有这些木匠的话 那咱们恐怕还在大山里 啃血兔子呢 再说了 鹿鞋办 要是没有我们这木形攻防的话 您的钢鬼 怕也练不出来吧 我 我还真怕他这张嘴 那天就是他把我吓跑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啊鹿鞋办 啊 到底可不可赏光 呃 好啊 那我们就在这吃吧 啊 好 就在这吃 那好 我给你做饭去 去吧 哎 哎 哎 五金 我突然想起个事来 你得帮我 什么事说 我想跟你舅舅学木匠 学木匠 为什么呀 你先就问问你舅舅 不 不为什么 你看你舅舅啊 那是全汉阳第一把木匠 我在铁厂别的活都学会了 现在就差这个木匠活了 我要是学会这个木匠活啊 那还不就成了全能人了嘛 啊 对吧 你现在是协理了 总办那么忙 哪有时间学这个啊 不 那我可以挤时间呢 哎 你看啊 当年我在学堂学习的时候 我多刻苦啊 这你知道的 你们当年谁能跟我比啊 对吧 笑什么笑啊 说 是不是看着我表妹了 哎 怎么暗红出来了 木匠工方的材料一回来 马上把图纸发给他们 让他们抢着做 大道先生回来之前 模具一定要先做好 好 知道了 哎 主办 这事还是交给我办嘛 师成叔他的腿脚不好 就别让他跑了 哎 不是让你盯着炼钢炉基础的事吗 哎 基础的事不会误的 好 也好 你一定要特别叮嘱董师傅 千万别耽误时间 您放心吧 我天天盯在那儿 绝对不会让他们耽误时间 哎 其实你不用天天盯着 董师傅是个明白人啊 手上心里都有活 他知道怎么做 那盯着还是得盯着 那万一他有不理解的地方呢 我现在就得去盯着他 出息了 眼里有活了 出息了 眼里有活了 哎 你快去说说呀 别急 嗯 舅舅 人家鹿邪班来了好一会儿了 您能不能出来呀 您能不能出来呀 鹿邪班 我给你泡了米茶喝一口吧 谢谢啊 叫我孟生吧 哎 舅舅 我求求您了 您出来好不好 舅舅 哎 出来了 哎 舅舅 都站着看什么 干活儿 别站在这儿偷懒耍滑 一水滑的巴掌 换不回高丽米 不像有些人似的 专靠卖嘴皮子吃饭 快 我这忙 你可检查检查什么地方不对 你说话啊 哎 舅舅 嘿嘿 人家陆邪班啊是来看您的 他是跟想 董师傅的活儿不用检查 连奥利伟都说了 呃 他都没见过像董师傅做的模具 这样严丝合缝的 您就像啊 您可以走了 爹 人家陆邪班都等了半天了 您也不问问他想说什么事儿 哼 不就是想学艺吗 我这没空 要学去别住学去 身手不打学艺人 这可是爹说的 嗯 我泡的米茶您喝口 谢谢 董师傅 我 我这妙小 啊一个给厂里干活儿的 哼 容不下 你这算高神哪 我知道董师傅 是怕我吃不了这份苦 但董师傅您不知道 家父去北洋水师当水手之前 也是厂里的轮机师 还有家母 也在料厂施过矿石 所以说 我身上流着公有的血 我不怕吃苦 爹人家不是闹着玩儿的 多诚心呢 谢谢 再说 他不过是个携伴 携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他不过 他不过就是个跑腿的 算不上什么高神 而且 他说的没错 他要不把常理事全都明白了 那他怎么跟总办交代呀 是 人家心诚 您就别拿架子了 您儿子您 舅舅 是啊是啊 舅舅 他行不行啊 咱让他先试试 如果不行啊 咱大袍子撵他走 我帮你撵 对呀 表哥说的对 不是 我怎么觉得 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 再帮着 是不是啊 我们干嘛串通好了呀 他又没给我送过礼 我跟陆邪伴也又不熟 不信你问我表哥 是啊是啊 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 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我就这么听着 我都听不过去 人家好好来跟你学个手艺 有您这么不待见人的吗 爹 教教 你真想学手艺 董师傅您是大工师 孟生只想学的一二 也不至于做个糊涂人 好 那我就答应你 师傅在上 我 等等 这你还知道我的规矩啊 这是特意给您准备的 我 好 都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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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停下了 都过来都过来 怎么了 都停下 都过来 见见这位新来的师弟 好 好 好 别把他当什么大人物 能不能学孔明造树木牛 学公主子造树木鸟 那还得看看 倒酒 爹来 让我端给师傅吧 师傅您请 师兄们请 来来来来 师傅 来来来 干 好 干 这酒怎么 好吧 这酒 好 好 这酒不错 好酒 师傅都说是好酒 好酒 好酒 好 好 好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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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进这边 你这是干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 牟尘啊 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要起义了 真的啊 什么时候啊 端坊带着新军入川 镇压川明起义 武昌这边兵力空虚 等黄先生和宋先生一到 我们就干了 是吗 太好了 表哥 喝口水 双支不是外人 你去吧 别看了 看个没完没了的 我跟你说正事呢 双支他 他没问题 牟尘啊 我们现在有困难 需要你帮助 有什么事你说吧 只要我能干 是这样 我们通过楚望台军阶库的弟兄们 搞到了几百条枪 枪搞到了 可是没有枪栓哪 我们又不敢去兵工厂 那是端坊的大本营哪 所以啊 我们想让你帮助我们做一批枪栓 八百五十支 要快 当然啊 不能让你公开的去做 现在的铁厂还是大清的铁厂 所以要秘密找那些 愿意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去做 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武器 如果这八百五十条枪没有枪栓的话 我们就只能拿着烧火棍子去冲总督府了 牟尘 我们需要你 表哥 他干什么去啊 帮助革命 帮助革命 哥 吃饭 先放那吧 做什么呢 做一个新的致远号模型 大帅宋里的不在这儿吧 还做什么 我 我要做个大的 做一个有八门大炮的 新共和造的 用八千匹马力 全是汉阳造的 你要真的这样该多好 一定能的 一定能 你这回来没几天 发现你手便巧了 我拜师了 跟谁啊 沐行工房的董师傅 我现在是他的关门弟子 是吗 我说你怎么最近老往沐行工房炮 是吗 学手一起了 胡叔 老邪伴 老邪伴 您好 老邪伴 这么晚还没睡啊 您不是也没睡吗 蒙生啊 诗成叔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 我就是过来看看四川那批铁轨进度的事 好 早点休息啊 早点休息啊 胡叔 我知道 你七哥被蜻蜓杀掉了 你侄子还关在五太闸监狱是不是 蒙生姐们 这事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 害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那是 你呀做人厚道 你们抓紧啊 知道了 胡叔 我知道 您是住到车间里面最有好人员的 我呢 也一直是您带着的 我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 行吧 但我这话说在前面 这件事啊 蜻蜓知道了不高兴的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 你我都会被杀逃的 你都说了 我家被砍被杀的又不是一个了 你说吧 我听着呢 你看 你看 行 很好 莫生 真有你的 你看着我干什么 表哥跟你说话呢 说什么呀 可以批量生产了 可以了吗 那我现在去了 小心点 放心吧 来来来 你 你跟你爹说 我这两天忙 去不了木星房了 知道 去吧 那我走了 这小子可靠嘛 非常可靠 说什么呢 知不知道人家是冒着生命危险 给你们做这个 你要是觉得不可靠的话 找个可靠的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什么意思不意思的 狗冠的帽子还在地上躺着呢 你有本事 自己找个石头砸它去啊 等你什么时候会说感谢的话 这个再还给你 让你手里的家伙会响 双枝 你这妹妹挺利索 居然能从我手里下东西 知道厉害了吧 以后说话小心点啊 我走了 你那边快点啊 知道了 双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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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笑什么 我笑 我笑 笑什么呀 有什么可笑的 我笑孟生 也笑你啊 笑我们什么呀 那你跟我说 孟生为什么三天两头 往木星房跑啊 跟爹拜了师了 学手一杯 拜师 他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年了 也没听到说过喜欢木匠 他现在不是要做 那个什么模型吗 做什么模型啊 那是因为看见了你 他才说他喜欢木匠 为什么看见了我 才喜欢做模型啊 那是因为他喜欢上你了 所以他才 他才到木星工房 这样才能天天看见你啊 还有你 我怎么了 每天看见孟生一来 又是递茶水又是递毛巾的 但我看不见啊 那你干活 不出汗啊 不要喝水啊 那就是有那么多徒弟 我也没看见你 给别人送毛巾送茶啊 那我 我 还有刚才 人家张营长 就随便说了一句 瞧不你急的 就跟药提鲁木匠 把人家活吃了似的 刚才就是那个张营长 不对吗 他 表哥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没胡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我告诉你啊 那陆孟生 能干 大胆 勇敢 正直 这是好事啊 他喜欢你你又喜欢他 我为你们俩高兴 还来不及呢 真的 表哥 你说话不正经 好 饿 饿了吧 哥 哥 贺助理 您 您这是 四周 回来了 怎么了 哥 你在做枪栓 要让督统知道了 这是要掉脑袋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很危险 所以我才 没让你跟我一起干嘛 那你为什么要干啊 子庄 你还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的那天 在街上碰见的那个革命党吗 啊 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但你看见他脸上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吗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向往 那个向往就是实现共和 所以他才不恐惧 不怕被杀头 不怕被杀头 我的心里也有这种向往 你明白吗 你从上海回来 变了 怎么变了 变得心里能装大事 要我做点什么吗 我不 你既然知道了 就把嘴巴给我管严了 我 我不会说 那好 明天 明天枪栓就全部做好了 晚上就要送走 万一这事给官府知道了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你们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知道吗 好 小心点 何主办 新设备马上就要到货了 你们要想办法把库房重新归整一下 别来了 没地方放 好的 这几天就清理 不会耽误的 您放心吧 你们怎么搞的 还想不想干了 对不起 等等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 我 说 怎么回事 哥 哥 你别紧张 你别紧张 这么多枪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我自己干的 跟他们没关系 他们是我逼着干的 你做这个看什么 有人要用 什么人 你知道吗 这属于军火 到底什么人用 我答应过人家了 不能说 你 主办 让他好好想想 他会说的 混蛋 你怎么不想想 这属于武器啊 一旦出了事 会影响场子 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承担 你 你能承担得起吗 嗯 哎哎哎哎哎哎总白 我想这件事啊 对场子不利不为一扩大 趁着知道的人不多 赶紧 悄悄的把东西销毁了 就算了 啊 好吧 你和紫舟亲自看着 把这些枪栓给我化掉 划成铁水 祝福参与流程的人 要守口如瓶 好 陆孟生 我告诉你 但愿这件事这么平息了 你以后干什么事 要多想想铲子 你啊你啊 你可来了 我表哥到处找你呢 要你赶快把枪栓送去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枪栓呢 枪栓化成铁水了 什么 大叔 你给我看重了啊 一个也不能剩下 我得赶紧去准备一下那些知道的人 你误了大事了 推翻秦政府 冲啊 没有枪栓 他们也是要起义的 但是会死很多人的 这 正 有机 有机 你的枪铮呢 我 有话 我 有 子周 子周 哥 枪手我给你赖了 不够 我力点太少压制不住他们 蔡营长 你的人给我准备上 给我一把人没枪穿的 不是让你们早准备了吗 是早准备了 可是 可是什么 有枪穿的先给我上 是 后面有枪穿的给我先上 伏计 那家伙的枪穿呢 你还说他可靠 派军没有几条枪 佛装叛军 冲上去 敌人们 上 上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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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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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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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小心 武剑 你的枪砖再不来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你知道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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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是吧 枪砖来了 驾 走 枪砖来了 来了 枪砖来了 弟兄们 我们的枪砖来了 放下 就这儿呢 驾 武剑 枪砖来了 武剑 枪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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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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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驾 驾 接着 听我的命令 开火 湾 快 快 莱 快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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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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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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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杆铺和所有设备 你现在回来就录下了 大岛君辛苦了 对啊 大岛君 诸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诞生之日 也是我们汉阳铁厂大喜之时 我们要百酒清喝 为大道先生接风洗尘 我来操办 好 我来操办 好 交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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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好 好 导弹 哥哥 冷 别再焦了 屁上屁上 回来 回来 那咱们回去了 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今天中华民国成立啊 是啊 厂里的新高炉要运回来了 是啊 我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明天要办件大事 明天我要去提亲 什么 跟谁提啊 董双枝 他做我嫂子 怎么啊 不行啊 行啊 太行了 讲得美 你给我站住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学艺拜师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师父 我不是黄鼠狼啊 我是真心喜欢双枝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带他 从今天开始啊 如果好好学艺的话 在院子里拉锯 如果你再想打我女儿的主意 这个院子你都别想进来 当然你是协伴 有事门口说 说完了走人 你以为你一个小官僚 有钱有势就能打我女儿主意 门都没有 师父 您 是啊 我是协伴 可也不是我的错啊 那您的意思是 我非得到厂子里面去烧光炉 您才能把双枝架给我 要是个烧炉子的兴许可能性还大 师父 我 起起起来 收起来 您这不是死心眼儿吗你 说谁死心眼儿 我 我死心眼儿 我这辈子 就吊在你家女儿一棵树上 非她不娶 非她我还不要呢 我再说一遍 我女儿配不上你 你是铁厂的协伴 你可以把我赶出这个厂门 可是你想打我女儿主意啊 没门 走 我不走 走 我不能走啊 我 我要取双枝 我就喜欢她 你要不答应的话 你不答应我今天就不走了 你 给我站起来 我不 不 你今天不答应我今天就不走 明天不答应 明天我还来 一直到你答应了 答应了那我就不用走了 她再给我扔出去 别玩真的啊 你们知道我是学了功夫的 我不想伤着你们 一二三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对不起了 陆邪伴 师父啊 就这脾气 其实他还挺喜欢你的 要不是邪伴先给小孩答应了 拿走 回去吧 我帮你